在完成了VGG16的TensorFlow的实现之后 我们来对VGG16的附用类进行定义 对于附用模型来说 最关键的两个步骤就是微调和载入权重 微调就是对我们需要重新训练的层及其相关的参数 进行一个重新的训练 载入权重就是附用已经训练好的权重参数 通过load方法将其中包含的数据以字典的形式来读出 之后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来载入相应的参数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微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fine tuning 主要关注的是trainable参数变动 以及全连接层神经元各数的一个变动 那么我们对模型进行重新训练的时候呢 对于一部分我们不需要训练的层 我们是可以通过设置一个trainable 这样一个参数来确定它是否需要调整 当我们不需要调整它的时候 我们设它为force 当我们需要调整它的时候 trainable的值就设为true 通过设置trainable等于force呢 我们可以确保它在训练的过程中 不会被修改 另外一个就是全连接层的神经元各数的调整 日训练的VGG呢 是在ImageNet数据上进行训练的 它是对1000个类别进行判定 如果我们希望利用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用于其他的分类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修改最后的全连接层的输出的 把输出的神经元素 设为我们希望分类的类别的数量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trainable参数变动 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介绍一个全局列表 不管是对VGG的实现 还是VGG附用类的实现 我们都是通过类来定义的 在类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附用已经训练完毕的 全中参数的话 我们呢 需要在模型中将它作为参数 来进行输入的 而类里面呢 输入参数的方式呢 就是将参数在整个类里面去共享 我们可以在类的初始化的时候 加入一个全局列表 通过这个全局列表呢 将我们所需要共享的参数 加载到这个VGG16的附用类中 那么相应的 在定义这个卷积函数的时候 所有的参数定义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将参数加载到相应的列表中的方法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这一行代码 将定义的卷积核以及偏置输入到参数列表中 同样的 对于全连接层 所有的参数定义完毕之后呢 我们同样使用这一行代码 将参数加入到这个全局列表中 除了增加这个全局列表 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在我们介绍这个全连接层 以及前面的卷积层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的对卷积层的定义 和我们最初定义的卷积层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除了多一个全局列表之外呢 我们这里还多了一个输入的参数 Trainable 对于卷积层以及全连接层里面 额外增加的这个Trainable参数呢 最直接的解释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微调模型 重新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 对于一部分我们不需要训练的层 我们是可以通过Trainable这个参数 来确保它在训练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训练而发生改变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设置Trainable参数等于Force的时候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不去计算和调整它的权重 除了在卷积层和全连接层的定义中 我们额外的增加了Trainable这个参数之外 相应的我们在ConviveLayers中 也额外的增加了Trainable这个参数 因此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在我们对VGG进行复用的时候 我们的卷积层是不需要调整的 所以这里的Trainable全都是等于Force 而在全连接层FCLayers中呢 我们对于FC6和FC7这两层设的Trainable等于Force 也就是说FC6和FC7层我们是不去改变它的 但是FC8层我们这里的Trainable是等于Truth的 因为FC8层正是我们所需要去训练的 由于VGGNet呢是对1000个类别进行分类 在这里呢原来的输出应该是1000 而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对猫和狗进行判别 所以呢这里Nclass等于R 所以当我们去复用一个已训练的好模型的时候 我们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对它最后的全连接层的输出力别数进行调整 在这里呢我们设置成为R 也就表达了对于分类的最终结果 我们是要将它分成两类的猫和狗 另外呢由于持划层和Saver方法呢 对我们这个复用类的定义没有影响 所以呢可以根据以前的方法来定义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进行调整 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LoadWeight 我们通过这个函数 对VGGNet的权重进行载入 而这个权重文件呢 可以在以下的地址去进行下载 在这个函数中呢 首先我们通过NPLoad来载入这个NPZ文件 之后呢我们对获取的字典的键进行一个排序 因为在这里NPZ呢它是以键值对的字典模型来进行保存的 所以呢我们对获取的字典的键值来进行排序 并且通过这个Enumerate这个函数来将数据迭代的取出 在这里我们对FC8以及FC8的SoftMap输出这两层的参数进行剔除 也就是说除了这两层之外的全值 我们都把它载入到我们的VGG附用类中 而对于这两层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学习和调整 那么现在呢我们打开Jupyter 从整体结构上来看一下这个VGG附用类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在这个VGG16的附用类里面呢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定义了初始化 初始化的时候呢 那在类的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加入了一个全局列表Parameters 我们将我们所需要共享的参数都加载进来 相应的我们在定义卷积定义全连接的时候 我们将卷积层定义的参数加入到我们这个全局列表里面 将全连接层定义的参数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全局列表里面 在定义了卷积操作和全连接操作之后呢 我们来定义ConvoiveLayers和FCLayers 那么在ConvoiveLayers里面呢 Trainable参数都设置为Force 也就是说在我们新的模型中 卷积层都是不可变化的 我们需要微调的呢 是FCLayers中的FC8 因为这个FC8正是我们需要训练的 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将Trainable设置为真 这里的R呢是Number of Class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分类的类别的个数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函数来将获取的权重 载入到VGG模型中 然后我们下一个函数据到VGG模型中 然后我们下一个函数据到VGG模型中 然后我们下一个函数据到VGG模型中